而在台北市南港一栋公寓 在前一天凌晨12点多 顶楼冒出了大火 熟税的住户纷纷被浓烟呛醒逃离 顶楼夹盖的铁皮屋 瞬间陷入一片火海 在简易销顺利将火扑灭后 遗憾的是在起火的地点 发现被坍塌铁皮 压住的一名男性嚼尸 四层楼高的老旧公寓 火势从顶楼不断延烧 浓烟窜向天际 消防人员以最大水压 努力将水洒向家蓋的顶楼建築 凌晨12点半 台北市南港新中路 移动公寓顶楼突然冒出火热 警校火爆抵达后 发现公寓顶楼已经烧成 一片火海立即洒水抢救 在一个小时内将火扑灭 我在捆了 那天啊 平平平平这样表面有的烟 在捆了 呼吸也困难了 快点起来 我们看到是通四楼 通四楼是楼后面那样 半夜被農煙嗆醒 鄰居互相通報之下 紛紛倉皇逃離 但對於火勢最猛烈的 頂樓鐵皮加鈣物 有人已經忍無可忍 先涉及的來 公文來了 一連聽都不聽 加賤 要說加鈣的 不是違章 加鈣對不對 對啊 我們也要繳稅 警銷清點人數 以為已經將住戶全數救出 卻在清理火廠時 發現一具被鐵皮壓住的礁石 那經過我們搜索之後 發現了那個 13歲的那個蔡新民眾 壓在整個鐵皮 起來它不新來的遺憾 警銷經歷疏散住戶 卻仍然發生遺憾 詳細起火原因 還需要進一步見識釐清 記者許志銘維珍 台北採訪報導